哈喽大家好我是SAMMEN 今天玩我们的K709级金币坦克 你算是一台重型 然后陷落之CD上 好漂亮 他给我当大哥 他没有排我去司机房 这边的话来我们看一下有机会 一台大哥车的话 我机动不错 我们走一个A点 C点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扛不扛得住 我这边的话我尝试一下看看 先包我们的那个中青行 我们喊坚守岗位看看 小伙伴那边的话 鲍园跟 法国重型OK漂亮 来这边吃炮啊 老虎2老虎2的话OK 有老虎2然后175S8 我小伙伴这边的话来他的 五四青行 OK来切切切切切过去 他们他们的那个老虎2 吃了一堆的炮 老虎2要没了 老虎2要没了 然后T49 他在这边来刷一下T49 OK来漂亮 T49这边的话被 被抓过路费了然后旁边旁边有人 对这边的话是有人的 然后T49的话躲在这边 来我先刷T49 哎呦我天呦没没没没没没没穿没穿 小伙伴这边的话要上吗 小伙伴上来我直接去抓他们的五四青行 哎呦真漂亮来这边的话果然是好好瞄准 他们的那个五四青这边的话被我爆了弹药架 这个运气很好 因为我的口径的话算大的 这个这个距离非常非常的近 有机会爆到他弹药架 然后这边的话老虎2 老虎2被带走 OK老虎2被带走 然后OK 试运试运 OK来转一下 调整一下屁股 不要被试运打到 这样直接切上去 鼠原这边的话也也在扛正面了 然后试运在这边 来我我天呦我这个爬的很慢 我这个爬的很慢 哎来终于被我爬上来了 刷他一炮 OK不用动 一手都是汗 这场的话拿下了 运气非常的好 算是一个7比0 有可能7比0哦 他们的那个S8这边的话是过来的 OK我们打S8 来刷他一炮 500多的伤害 剩下这两台了 OK来175没了 S8的话大哥车 OK大哥车也没 7比0非常的好 运气有到位哦 他们的T49 我天呐 乱来 第一场的话 2945 来 小班这边的话都很给力 来 运气非常的好 发现一个敌人补助领导的 2900 第一场的话拿下了 OK 金币坦克9级的 这边的话接着往我们的第二场 第二场的话是海军前沿 然后变成一个小地车的 中心型的话各一台 OK 这样的话我不要打一点 我们来打一个西点好 小伙伴的话是STV跟T100 他们那边的话是STV跟小维克斯 OK小维克斯这边的话我觉得 我们的STV会比较有力一点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水 OK发现了他们的那个4502 来4502刷鱼炮没刷到没刷到 我们的4005 来N6 N6这边的话打得到我 OK小伙伴没穿 没穿的话 你来三台架空哈 我们直接去去一个C点了 STV这边的话已经下来了 对A点的话在占领 我们这边的话喊C点进攻 我陪小伙伴打 对小伙伴那边的话两台底气不够 这边的话对要有人来帮忙 刚好刚好这台STV在这边 来刷他们的STV 对对对来先给他来上一炮 我吃一炮 然后我小伙伴上的话就可以刷免费的那个 OK他们他们选择刷伟克斯 这样的话也不差 我们来处理这台STV OK来这台STV 他要走位对他要走位 这边的话来刷他 他把我驾驶员打坏了 然后4005这边的话要来帮忙 4005没来帮忙 他的小伙伴这边的话没了 来4005要动一下 STV在你附近 他没有选择要来抓 这样的话就危险了 来那个STV刚刚又开炮了 我先不要上 对4005这边的话要被集火了 他刚刚没有来处理那台STV 导致他现在的话是一个被包饺子的状态 没错 他没了然后试晕的话也在上面 OKT100把那个STV收掉了 他没有进入状况 他这边的话没有反应过来 然后小伙伴这边的话来 这台四韵可以先打 然后躲一下这个四韵 OK他的炮塔转回来 我们小伙伴这边 哎呀不行 我刚刚在插我的那个手汗 我的T100小伙伴这边的话 直接上去我来不及按不行 这样的话来这一台 再进来不及回手 对面的话剩下四台 然后T57在这边 小伴这边的话开始打起来 我吃他三炮吗 我觉得T57应该不是一个满蛋甲 对他应该他应该不会是一个满蛋甲 这边的话刷他 他有可能甚至进装天的 我上去看一下 我试一下来一炮 还有炮吗 OK两炮 应该不是一个三炮吧 哦是耶是三炮耶 哇我天哪 他果然他提早进装天 这边的话来刷他 再进来不及回手 看一下旁边 R7没有血 然后N6的话应该是N6最多血 来我们的第二场的话拿下了 对N6的话是快要2000的血量 这边的话那个R7先把它带走 R7没了 我这边的话直接做一个牺牲的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进装天的 来小伴这边的话要上 387哦他是两炮装我就没了 如果他不是两炮装的话还有机会 6秒钟6秒钟来6秒钟 4秒3秒2秒1秒来直接出去住开炮 对直接出去住开炮 OK来漂亮 他没看着我我们的第二场海军前沿 拿下了哦运气非常的好 N6哦来还好他们没打起来 第二场的话4051 然后小伴这边的话 4005是状况外哦 还是一个高手他这边的话 他一直在打前面的对手 这边没有看见一台那个 STP已经冲他了哦 所以这边的话没有跟我们配合到 所以他被带走的稍微比较早一点 发现三个敌人补助 420打了4051哦 哇还是一个第一名耶 来不错不过是拿了一个一排而已 这边的话接着往我们的第三场 哦完蛋了来第三场的话是卡尸体 这边的话可能会卡 对因为我现在的话我的效能是开最高的 对最高的没错 嗯运气好的是哦 这是一个九级房 可是九级房的话我发挥不到 我的那个 我的网路会卡 所以这样的话我要当一台什么坎克来打 近距离是肯定的了 只是说近距离西点的话我比较 感觉比较比较危险 我们去一个那个A点看一下 我的SPS的话上不去60哦 因为我38而已 上次那个老虎2的那个影片哦 是因为我忘记掉我没有调到设定 所以那个设定没那么高哦 基本上卡4T啊 哎该卡还是会卡 小班这边的话来 OK我们这场的话只能专注在 专注在打这个点 他们的T34这边的话已经是出来了 没错 而且还是在一个下面的位置哦 我其实有 我其实有点想冲我们这边的话尝试看看 来他的那个T34 来他这边的话 OK来有刷到有刷到不亏 他们的那个暴援的话是在 OK他躲在这边 我们先等一下让小班刷他的暴援嘛 他的暴援有点奇怪 暴援的站位的话我我只要撞电话 我就能打到他 OK他反应过来他往回退了 我们再往前压一下 OK太卡太卡的话要尽量的做到有效果 所以这边的话来 来哎哟漂亮来来来 非常非常的卡 我先不要动 反正我有击穿了 小班那边的话 123重型坦克都在这一边哦 所以我们压压前面这个位置 对我压前面这个位置好 OK来现在的话我要快快点结束战斗 我们让小班进入攻击状态 然后他这台的话还在这边 OK有穿吗没有穿没有穿 没有穿没关系来往回退 OK来小班小班有穿就行 我尽量不要动 反正我在窗店 来这边的话不要有多余的动作 他们的小伙伴的话在这边 OK我硬出去打吗 我硬出去打的话 其实很危险 哈哈来来来 他这台来了来 OK完全是没办法 没办法没办法 不要说命中 连瞄准都是一个问题 我现在现在就是 嗯 来我不要理他 我们直接上 对我再理他的话 他这个距离有点有点浪费 太卡了 我们上去抓抱怨 上去抓抱怨 然后这台的话 我完全把它给放掉 对我们这边的话 去抓他的那个 RS5 我还有 我我我我还比较有机会击穿 来 哎呦我现在来 没没没 他们的那个试运没了 然后抱怨这边的话回来了 抱怨没回来 抱怨没回来的话 OK绕了一大圈 结果他们还是在跑 对还是在跑 哎来好好瞄准 OK再见来不及回首 K91的话在我正前方 小伙伴那边的话很危险 上面上面有一台抱怨 我们回去打抱怨 对这台抱怨要先处理 K91那边的话可以先放一下 可以吗 对可以 因为他这边的话他没有压过线 我们小伙伴那边的话来 我们喊进攻 抱怨一直卡在这个位置 他这个位置很好 只是说他小伙伴没帮他撑起来 然后现在的话来我要打他了 哎呦 有双有双来这边的话撞他一下 OK他履带被我撞断了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来摆 OK他不想和我挣扎 他没血了 对他没血了 所以他不挣扎 K91这边的话来好好瞄准 好好瞄准K91 来开一炮 打在他一个侧面 OK这场的话赢了 不过我非常的卡 我们还是要靠小伙伴 我只能就是尽量的做一点吸引的效果 OK吸引的效果 然后他很像想要直接走过来 他是三炮装 他这边的话过来的话我们打不已 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有抱怨 OK抱怨终于被带走了 然后小伙伴这边的话要过来 来第三场要拿下了 OK慢慢来不及不及 非常的卡 非常的卡 OK再来不及挥手 不要动 哇我的SPS直接掉到19 来第三场拿下了 运气非常的好 卡成这样还能打2500 我真的哦 OK我们来自己给自己一个赞 哇我的天啊 来我这边的话 我给我自己一个赞 来玩的好 卡斯提啊 发现两个敌人普出700 一打了2500 这边的话也靠一个运气 取胜了 接着玩我们的三连胜了 接着玩我们的第四场 哎呀来小弟这场的话当小弟 然后哇我天哪 183跟蟋蟀的话 一个49级哦 一个50级哦 我们这边的话要打哪一边 T22 T22跟那个来中轻型偏多 我们打上面 中型坦克不多 然后抓驱逐的话很像没有什么意思 对太后面了 我们这边的话打中轻型 看他看他的小班要不要冲 我们这边的话我们 我们一定要去帮忙 小班那边的话来 我们打一个C点 因为我这样走的话 我小班就就完全没有那个什么 对他们完全没有资源 重型的话双方只有各一台 然后这边的话来这这边很像在看我 我先等一下好了 我躲在这边 对我先躲在这边 这边有人吗 这边应该是有人 T50 T50跟那个T22 我这样上去的话很像会吃跑 诶 要试看看吗 哎呦我天哪可以可以可以 免费让我赚到一炮过路费 183 一台两台 他们还有一台驱逐 还有一台小福 小福不知道躲在哪里哦 然后这边的话OK 来 他的那个OK 62A的话是在下面的位置 6868 他们的68在这边 来这台这台 这台 OK这台的话打不到 然后小伙伴 他那边的小伙伴打得到我 所以这边的话我不能上 对他们的62A这边的话是打得到我的 先等先等 先稳着先稳着 先稳着 没什么机会 对他们这边的话是卡一个下面的位置 没什么机会 然后他的68的话 哦183183183 来183OK 来183在这边 6868想要打下面的位置 我们切一个金币蛋看一下 他不出来 他不出来小伙伴这边的话 在占领一个B点 然后这一台 来好好瞄准 好好瞄准 来好好瞄准 我天没穿 183183探头了 然后先等 突破口在150 不过那个突破口的话 有一点难哦 对183在看着我 嘿嘿嘿来 我们让小伙伴去A点 对来这边的话去A点 我们罕见手岗位就行了 稍微的拖一下来 183这边的话被我点亮了 蟋蟋蟋蟋蟋蟋这边的话很像也要过来 183183在这边 然后 6868 他的68在这边 吃他68以炮 来好好瞄准 OK来刷他68以炮 西点占领嘛 西点不能硬上 我这边的话 诶他的那个小伏 小伏这边的话是被点亮了 能刷到吗 来小伏刷一炮 哎呦我天 飘了来这边 炮没打到 小伏没打到 然后68 OK这场的话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打不赢 对这个 这个位置太差了 看是他们没血 对看没血 可是没机会 刷一下 OK这一炮没有用 这个183的话不是一个重点 要先刷掉他们的那个前线才行 183这边的话很像要过来 对183这边的话很像要过来 我们看一下他会不会冲 68 68我能打 然后来183183过来了 OK打183 然后小伏这边的话 OK来漂亮吃了一炮 再躲一下再躲一下 他们的那个小伏 小伏终于没了 然后这边的话 这台62要打我 OK来没了 我没血了 来过这边的话 我算吃很多炮了 268V4的话是一个 OK它是一个酱油味 这边的话没办法 不要骂人 OK我们的蟋蟋骂 那个中型坦克 他们根本 那个正面的话是没办法突破的 183跟蟋蟋守在后面了 然后中型的话是一台 150N跟T22 来这边的话他们是 他们是没办法 也不用说骂那个268V4 268V4这边的话也没反应过来 他以为我们会守一个那个 打一个A点 我们没有 因为中型型多 一定是帮中型型的局 我们不会特别的话 就是A点打一个酱油味 哪怕你要打 你也要一个人去压大福 对268可以一个人把大福给吃掉 然后从一个侧面帮我们 而不是我们陪你一起打 这场的话应该是没悬念的 183 268G 蟋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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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蟋蟋被带走了 哇我天哪 这些玩家真的很奇怪 他们只要一打输 就会 怎么说呢 性情大变 这边的话开始一直不停的嘛 基本上不用 你输一场 下一场赢回来就好了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 只要不是说 要开心玩 我也不会输 反正这些玩家的话 就感觉还蛮奇怪 来我们的第四场的话 要输 没有悬念 九级 又不是大哥场 打了2389 我也算打了不少 蟋蟋的话也打了更多 蟋蟋打了3000的伤害 这边的话可以给他一个赞 不过他一直在骂人 然后我们的268V4 这边的话是完全没有效果 他没伤害 然后位置也不太对 发现一个敌人补助领导 打了2389 OK 第四场的话要输 接着往我们的第五场 第五场的话是 OK 又是小弟 这边的话 小九级房 中青行的话 两台 来我们做小弟的话 我去帮忙中青行 一百跟小征服者 OK 大九级房 小十级房 小半这边的话要上 来这边 来 不要跟我们的704抢 我们让他爬 我们从那个平地压过去做好了 然后B点的话再占领 T62这边的话吃了一炮 STB那个位置很像 不是很好 他们应该会冲 对T62这边的话敢冲 就代表他后面是有人的 后面有人的话 来我觉得我们低点这边的话 喊进攻 他们这边的话肯定不止一台 EB这边的话也过来了 对EB过来 EB直接冲一个旁边的位置 OK OK好行 我跟你防 我跟你防 不要怕 9级陪你防 不要怕 哎呀漂亮 被带走了 来来来来来来 为什么 这台6A是被谁集火到吗 来他没了 他没了 我们这边的话 小半要小心一点 小征服者这样过去很危险 我直接赔一波 对我直接赔一波 小半这边的话很危险 我们这边的话直接赔一波 然后来不要被他打 不要被他打的话 就直接绕他的 绕他的那个屁股 OK不要急 我本来这种我会直接走掉 这边的话来帮忙 帮忙多刷一炮 对然后让小半收掉他 AB点在占领 小半那个E100没了 OK辛苦我们的E100 对他这边的话 我们的主力在这边 他肯定打不过 我们让小半坚守岗位 然后我去下面抓偷袭 我被亮了 T92亮我吗 他们的T30在这边 对T30在下面这个位置 先抓T30来 视野先打开 谁开都行 我有视野我也可以开 小半这边的话 那个217在这边 217在这边 然后一台在这边 一台在这边 OKOK我 我念不出来 不过我大概知道是水 他的T30这边的话 T30要上来刷T30鱼炮 漂亮 217没了 T921的话躲在家里 我们这边的话来可以了 小半可以进攻了 然后T30的话是往下走 T30往下走 然后T921这边的话要跑 OK不行不行不行 哎呀我天 哎呦我漂亮 Oh my god 来这边的话 T921被我爆了弹药架 而且还是在消光了以后 我有预判哦 可是我没 可是我 我觉得根本不可能会穿 哇我天啊这个运气爆表了 来九级坦的K70 已经爆了一个已经消光过后的 那个T92 高速移动的T92 哇我天啊这个这个经典 来这个这个超级经典 像小半看的开心哦 你这场的话来玩的满 满满漂亮的 来我们的第五场拿下的 我觉得OK 他们的那个T92的话应该会 应该会觉得很一脸错二哦 哇我天啊我这样也能 也能带走他 而且还是一个 一个消光的那个弹药架 OK 不只是击中他而已 还打还打到他的弹药架 来运气爆表这边的话 第五场的话拿下了 发现一个敌人补助 690打了2986 我们来看一下OK 这台T92哦 就是一炮 一炮爆你弹药架 算你倒霉这边的话 现在是一个 一二三来四胜一败了 看一下ending场 今天能不能输一场 就看小伙伴了好 哇哦真的很少耶 基本上都是那个 都是当小弟比较多 这场的话ending场也是小弟哦 大九级房 我们打一个A点 打一个A点 来这边的话不行 打A点来一点 中青行很多 中青行很多 打A点 中青行很多 拜托那个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维克斯很胆小 维克斯这边的话 走到一个C点去 OMG 来这边的话 为什么不是说不让他走 他打中型 他逃不了好 他九级 他乖乖打中青行 绝对是最好 这边的话 看他会不会被带走 他们的阻力肯定 肯定是这边会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啦 除非他们有人绕 他们那边的话 地点的话已经确定有三台 我们这边的话要看谁肯扛线 然后OK 谢里登刺了一炮 我们喊进攻 来我喊进攻 对我喊进攻 他的那个T68在这边 然后这一台 哎哟 哈哈哈哈 大哥对不起 来我没穿我没穿 OK可以来我没穿 我们这边的话躲他一下 来这台这台 OK他也没穿他也没穿 然后小班这边的话要过来 OK好来我进攻 我觉得我只能当一个牺牲打 对这边的话来刷他 刷他刷他来好好了解了解 一一笔这边的话要上了 我这边的话来 泡塔举高一点 OK来 哎哟天高爆弹 高爆弹可以 12345来主力在这边 主力五台都在这边 这一台来 哇我天哪 浮脚不够 浮脚不够 小班那边的话来 小班在另外一边 哎这个完蛋来 这场的话很加 应该是要输没有错 这场的话应该是要输 他们的那个T57来 OK解离针的话刷他一炮 哎来一笔一笔 帮我扛一炮大哥 哇我天哪来他 拜托打前面不要打183 先不要打酱油伤害 因为现在是一个劣势哦 OK ending场要输 哈哈哈哈 没办法 你看我们的维克斯 OK来重心 蟋蟀 OK他们这边的话 T57开场是在一个 低点的 不过他这边的话 占领完他就走位了 反而是我们 我们这三台小可爱哦 还有这台维克斯 你看 OK他被带走了 漂亮 哈哈哈哈 这没悬念啦 ending场这边的话要输 不过小班 中青行多的局 他们没有打这边 所以赢的话是很难 小班这边的话 是配合不起啦 一台两台三台 对面的话也是 对面也是三台 我跟你说三打三 基本上是没有劣势的 而且他们的那个 七分之一的话 还是会玩的 所以这场的话没有悬念 还有谁 没了来 7比0漂亮哦 ending场要输 非常的可惜 1156 我们这边的话 来我看一下 我这些小伙伴 OK EB这边的话 近战打酱油 然后 维克斯的话 这个维克斯是一个 MVP 为什么 因为 你基本上 你不打 你不打一个重点的话 没关系 你也不要说 叫人陪你去DC点 OK哦 那没用 你是九级坦克 你打那个重型的话 你根本逃不了 不要说等级压制哦 OK哦 车体压制的话 也是拿捏得死死的 OK ending场这边的话要输 发现零补助 390打了 156 今天哦 跟小伙伴 玩我们的那个金币坦克9级 K70哦 OK哦 久违的上场是赢了4场 赢了4场 赢了4场 开心哦 也祝大家游戏愉快 这边的话 记得帮他们点个赞 大家点赞 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 这边感谢大家 下一期呢 一样会做其他坦克的影片 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咯 下一期见大家 拜拜